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爱奇艺爱聊专访万一个和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宇 如果用三种动物来总结江洋这个角色 你觉得是哪三种 为什么 出生牛犊 牛吧 一开始是牛 然后是 骆驼 然后最后是萤火虫 然后出生牛犊就是 可以理解吧 然后骆驼其实就是他承担着一些东西 然后一直在往外输送一些东西 就一直往下走 最后萤火虫就是在黑夜中一点光亮 你以往的角色类型偏向阳光帅气 是什么让你选择出演江洋这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角色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选择他 我就是看完剧本之后决定我就要想去演 因为这个剧本是有一天晚上我收到的 然后我就一直看 然后大概看到挺晚的 然后看的也很慢 非常打动我 就是已经感觉自己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喜欢的剧本了 第二天起来我就说我想去演这个角色 江洋丢钱包的那场戏赚足了眼泪 你觉得江洋为什么只是丢了钱包却如此难过 因为江洋丢钱包那个事呢只是一个引子 这个丢钱包牵扯出来了江洋这么多年 他内心所承受的一些情感 积压到那一刻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小爆发 对 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一场戏 你拍完那场戏后是什么感觉 当时我拍完 我记得很清楚 拍那场戏的时候 应该拍了三四条吧 然后每拍完一条 然后我自己都挺难控制我自己的情绪的 就是拍戏以来很少遇到这样的事 但是当这场戏 当然也说OK 过了的时候 那个人感觉也很难形容吧 又你又爽 因为你确实真的像是去发现了你心里的一些东西 然后但是呢 又同时也会觉得空虚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感 就情感很复杂 你如何评价江阳应一生换取真相的行为 如果你是江阳 也会像他这样做吗 我问过我自己 我会不会这么去做 然后我有可能会在 在我的家人遭受到威胁的时候 有可能会退出 虽然说我的内心还是很想跟江阳一样 坚守下去 但是如果真的换做是我的话 我很有可能在那个节点来退出 白宇成宇新杰大赛里 让你笑到头调的一个成语是哪个 最搞笑的 看看啥意思 对于形容白宇来说 实际上没有一模一样的面条和帽子 没一定有帽子 没有 本来第二个是蓬头垢面 蓬松的头发是吃面 蓬松的头发是吃面的必备条件之一 还好还好 面面俱到 去哪个城市都一定要吃碗面 素面朝天怎么全跟面有关 形容白宇不能吃辣 但吃重庆小面只能放微微微辣 那不是啊 雨重心长 虽然白宇以外重了 但是不能说她胖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胖了 只需要我们心理 心理习以为常 我没胖啊 我没胖 瘦回来了 颜面而泣 维斯营业都只发面的照片 粉丝见不到白宇 只能对着一面 用到面 口气 遗帽取人 行 这个也行 我觉得蓬头垢面和遗帽取人 都挺搞笑的 粉丝一直质疑你的做饭能力 你晒了自己做的西红柿炒蛋后 粉丝调侃 就这 就这 有本事做个硬材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哼 呵呵搭 质疑我的做饭能力 我又不是没做过硬材 对不对 那个 我自己做的那个什么 蒜苔炒肉丝 很好吃 非常好吃 每次你发自拍都会有粉丝吐槽 哥 你的拍照角度简直是刚体直男 你会怎么回复 哎呀 自拍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 你不能总是 看到特别美的一面 你说你每次都看到特别好看的一面 那每次都看 每次都看 有什么意思呢 你是不是要多方位 是不是 多方位你环顾一下 这才有意思嘛 生活中 嗯 什么样的都有 对吧 你都得看一看 用一句话安利一下沉默的真相这部剧 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用心 而且是我们全剧 所有演员和导演 还有所有工作人员都 劲儿往一处使的这么一个 剧 所以 都是我们很用心 是我们所有人都很用心做出来的一部剧 希望大家能够去看 能喜欢 嗯 喜欢有胡子的自己还是没胡子的 都喜欢都是我 用一句话形容自己吃面的心情 爽 如果挑一样东西送给粉丝 你会送什么 把我送给他们 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唱功 嗯 还行吧 还行吧 如果以后不做演员了 你会想要做什么 之前是想做电竞选手吗 职业电竞选手 但是因为年纪已经到了这儿了 反应也跟不上了 电竞选手估计也是做不了了 唉